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已经出了一个文告由四党的老大 秘书长或者是主席来签名 说我们不会同步解散 难道还有变数吗 我跟你说当然还有变数 大家记得吗 在2020年的时候 当西蒙是有机会拿回政权的 当时安华一直拿不回一直拉不到人 陆兆福跟陈信党的凯利桑马 我们也记错的话 不是共同签署了一个西蒙的文告 用西蒙的标志来签的 说要叫安华要有plan b 我们要有第二个首相人选 不能只是这样子罢了 你看之后也是算了 然後在马六甲选举的时候 也同样有这样子的文告出来 说我们不会接受青蛙 然后我们要阿德利做首相 可是公正党还是heal都不heal你嘛 所以不要以为你有这一个公告 那就是已成定局 我告诉你 这个公告是在沙比里解散之前他们做的决定 其实他们更大的意味是跟沙比里讲 我们不要跟你同步 所以你不要 你尊重我们的看法 我们你尊重我们的看法 我们就会跟你同步 你明年才解散啊 兄弟 他的目的就是这样子 跟我之前讲一党摇摆不定的情况是一样的 是出于一个想要要挟的情况 但是首相根本不会惧怕你的要挟嘛 你不要跟我同步 劳民伤财的责任在你 不在我 是因为你不要跟国会同步解散 国会是全国都要选 你州选是你一个州要选 本来州选就是要跟着国会 除非你刚刚举行 本来都是如此 我国一向来都如此 只是在2018年之后 因为有很多州政府倒台 所以现在有四个州不会同步解散 所以沙比利今天也特别讲 除了这四个州 我呼吁全部州都来一起进行 所以当现在沙比利 confirm 要解散了之后 我告诉你 现在西蒙这三州 首先第一个吵的事情就是要不要同步解散 而且是吵到乱那一种 今天我在医院陪我爸爸 然后孙川大哥有来医院嘛 然后我们有聊到就说 抢席位啊 现在已经吵到乱了 我讲你错了 孙川大哥 孙川大哥在的话可以作证一下 我说你错了 现在吵到最乱的是什么 要不要同步解散 我收到的消息 火箭是更倾向于同步解散 尤其是在他们执政的州数 是更倾向于同步解散的 道理非常非常非常的简单 我之前有讲过的 因为你同步解散 第一 你说我们不要给人民辛苦面对水灾来大选 你的理由已经不成立了嘛 因为国会肯定要举行 如果是雨季举行啦 我们比如说是雨季举行 我已经说不一定会在雨季举行嘛 11月中之后才是雨季嘛 11月中之前根据气象局是不算雨季喔 就算是在雨季举行 人民要出来投票已成定局了 所以你现在西蒙的选择是你要不要参在一起 给人民一次过头两张票 还是你要分出来给人民两次投票 所以你看到吗 你所依据的那个理由其实已经不成立了 因为人民现在肯定要出来投票了 所以我一直说劳民伤财的责任在州而不在联邦的原因就是如此 这是第一点 然后第二点最重要的就是胜选的可能 对于行动党而言 其实他们很多席位都是可以捍卫的 就像在柔佛州 行动党只丢了四个席位嘛 然后有两个席位是威差险胜啊 因为马华有扯后腿 不然这两个席位也可能会丢掉 但是他们还是表现最好的政党 所以当你作为一个有胜算的政党 你肯定想要保持这个胜算 但是如果你分开举行周选 你的胜算是大幅度的削弱的 为什么说大幅度削弱 第一 因为我们现在看得很清楚 西蒙应该不会赢啊 除非西蒙他们看不清楚情况认为自己会做执政党 你如果只是一个州 你来面对执政党的大选 州选 你面对执政党来跟你打这场州选 举国之力对你一个小州 而且他可以做出各种各样的承诺 不像现在你一起举行 它是一个待定的情况 所以对于执政党一方绝对是非常有利的事情 这是第一点 而第二点是你分开投票 会减低人民的投票意愿 国会跟州会哪里一个比较重要 用屁股想都知道国会比较重要 所以国会的投票率 我已经回来投票了 那州你还要我回来投票 我是不是会考虑 我六个月前才回来投票 新年我才回来 你三四月解散了 最多给你拖到五月吧 你五月解散 新年刚过不久 我又刚投了票 然后你们又输到这样惨 我回来投票 浪费时间 你只会让你的铁杆支持者 想要投票的意愿减低 所以有慎望的政党行动党 他们是很想同步解散的 可以保温自己的胜算 那没有胜算的政党 像公正党 为什么他们不想要马上选 其实最大的阻力 不要同步解散 最大的阻力就来源于公正党 道理很简单 因为他们知道他会输 你看一下柔佛州 看一下沙拉越州 看一下马六甲州 吃了两个蛋 在柔佛吃一条香肠 才赢百多票 你说这次大选 他会剩下多少席 我告诉你 八成 至少八成的公正党 国州议员 80%会丢失自己原本的席位 80% 所以他们州议席 迟一点选 16个月选 其实7个月选 他们就有6-7个月的薪水 可以拿 这个薪水很重要的 你看一下柔佛州 州选 火箭的议员 没有失业了之后 火箭没有派他们上阵 不输了选举之后 他们有的要去卖榴莲 当然卖榴莲不是一件可耻的事情 全部都是 所有工作都是平等的 有的要去卖榴莲 有的要去 做各种各样的工作 来养家糊口 像陈鸿斌来上我们的直播 他有讲他要去经商 要去重商 因为很现实的情况就在你面前 你现在做议员 你有一份稳定的薪水 但是一解散 你这个薪水就没有了 像现在我们全国突然有220个人 今天失业了 他帮我们国家省下了一个月的薪水 10月的薪水 我相信只是出3天给他们 出10天给他们 省下20天 你算一下一个亿元 一两万块 两万多块 不是一两万块 加今天那些 220个亿元意味着是多少钱 所以没有胜算的 他们就想可以拿就拿 这个就是失败者 被失败情绪笼罩的失败者 所有的心态 这是很不可取的 所以 现在他们其实在吵着 他们党艺明星在浮动 到底要不要同步解散 所以你看 沙比里今天宣布了之后 他呼吁 沙比里在呼吁的时候还特别讲 虽然有些州属已经说他们不会同步解散了 但是我在这边呼吁他们为了人民的福祉 为了不要浪费钱 我呼吁他们同步一起来解散这个国会 到现在还没有正式的立场来回应 西蒙的正式立场还没有 因为他们在朝着 还要回到州的层面 跟州领袖谈 你要跟朝管友谈 要跟阿民努定谈 要跟阿民努定谈 他们都有各自的盘算 所以不要以为肯定会 不会分歧 我所收到的消息 是行动党内部 其实很多人都很清楚看到这一点 你同步解散 你不同步解散 分开选举是自寻死路的 所以要明白 然后Blue Sky问 外币没有Pension Pension要等到他们达到退休年龄才可以拿 你现在就失业 你是失业 你不是退休 是两回事 所以他们的Pension现在是拿不到的 所以要找工作的原因就在这里 那我的看法是什么 我的看法是 我不希望西蒙输得那么惨 老实说 同步解散是比较好的结果 但是我之前有讲过 我的立场是从一而终的 我们不能因为举行大选而耗费钱 是把它视为一种浪费 有看我直播 有看我文章的独有 应该知道 我之前有讲过 举办选举所耗费的钱 不应该视为一种浪费 当然我们希望选委会不要浪费 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口之上 是两回事 选委会浪费跟举办选举 你花应该花的钱 你把它视为浪费 是两个不同的事情 其实如果我们抛开政党的胜算 抛开我刚才分析 你分开的话 你们会输得更惨 西蒙反对党会输得更惨的原因 这些不看 你问我 我跟你说 最好分开 越多大选越好 政治人物才会更兢兢业业 才会更惧怕选民 就像美国 就像台湾 他们有中期选举 每隔不久 每隔两年就要来一场选举 替换一部分的议员 替换一部分的议员 所以你必须一直保持着备战状态 我的立场是这样子 但是我老实讲 我不希望西蒙输到那么惨 而且西蒙他要解散 他也不是因为这个理据 他的理据其实就是 他不是说我们要省钱 什么屁不是 他也没有拿这一点来讲 他最主要其实就是怕选举 所以他用当作是一个威胁的手段 来跟沙比利说 你不解散 你解散 我们不会跟你解散 所以你不要你烧鞍物照 这个就是刚才有讲过的 所以这是我的看法 我分享出来给大家 大家自己去思考吧 怎样才是更好的情况 西蒙的领导层 自己决定 我把话撂在这里 如果比如槟城州 槟城是西蒙三州最稳的周数 对不对 比雪兰儿还稳 森美兰应该是 完蛋了的 森美兰 五十五十 可以这样子讲 看整合巫统 整合到怎么样 怎样整合他的马来票 所以不要以为森美兰 雪兰儿很稳 雪兰儿其实是暗流涌动的一个周数 你可以看一下 西蒙开始输不选 其实是从雪兰儿周开始的 输得很惨 然后就 Lenslide 每一场补选都输 我没有记错的话 是从雪兰儿开始的 所以不要以为雪兰儿 还是2018年的雪兰儿 那我们就拿槟城来做例子吧 槟城 赢了 上一届大选 好像巫统只剩下两席 还是三席 Lenslide 40席 西蒙赢了37 还是38席 这样子的情况 你问我如果同步周旋 西蒙应该还有机会可以赢下30席左右 27 28 30席左右 如果分开周旋 我告诉你 巫统应该可以回到13席 15席 这个就是我直接 因为刚才我所讲的分析 我直接分析给大家的 因为巫统可以 包括巴雷布拉瓦比较偏远偏僻的地方 他可以承诺很多发展工程 这6个月如果他做回政府了 这6个月我们预计你明年3到5月会解散吗 如果你分开解散 距离现在大概有6个月 6 7个月的情况 这6 7个月他会放大量的钱进去 大量的发展进去 把Winneberg的席位握在手中 所以自己思考吧 我这个讲题就讲到这里 我没有讲Winneberg会输 所以大家要听清楚 我讲的 我没有讲Winneberg会输 我说Winneberg会输 我说Winneberg会输 看巫统整合到什么情况 Winneberg现在是处于明星浮动的情况 尤其是雪兰尔最大党 公正党在雪兰尔其实是暗流汹涌的 我告诉你叛徒派 他现在周大臣是属于叛徒派的 你以为Rafizzi可以接受他吗 然后Rafizzi又想在雪荣扎根 这个是最容易赢的席位 就是在雪荣 对于公正党而言 所以他们内部的纠纷有在那边 然后巫医合作 最可能合作成功的地方就在雪兰尔 因为雪兰尔的回教党非常非常的弱 然后雪兰尔的巫统本来很强 但是在2018年被打蒙了之后 就一直击落 直到喜来登政变之后才有复苏的迹象 所以他们都有可以谈判的空间 巫统愿意退让一点 回教党也愿意退让一点 这一个你在吉兰丹你是看不到的 在柔佛 在马六甲 在深美兰你是看不到的 这个就是深美兰州的差别 巫统逞合的可能性比较大 所以雪兰尔不要以为西蒙是稳赢的 稳赢的是槟城 但是赢的漂不漂亮 其中一个关键就是看这西蒙三州 会不会同步解散了 那好我们休息一下 你看今天真的 翱翔天际的独友们 大家好 我是Elsa 今天向大家介绍 我们Go Tasty Go好吃 我们卖什么呢 我们卖的都是马来西亚各地的美食 以速冻技术 冷冻包装 送到您的家门口 Go Tasty的冷冻食品 最多只需要20分钟弄热 就可以马上吃到好料咯 我们有各种各样的食物 等你们来尝试 在KL的办公室 吹着冷气 吃冰城的白咖里面 大山脚芋头饭 不好吗 在JB就可以吃到 吉兰丹的Nazi Vegan 各种吉兰丹糕点 这不解馋吗 在冰城捉入家中 一边做直播 一边吃柔博家乡 那最爱的新鲜番茄云吞面 你不感动吗 这是怎么样的感受 再让红律师告诉大家吧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